喵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千 等一下 為什麼你今天是Super Junior的顏色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千千 我跟你講 今天要來我們久違的開箱店家了 但是今天不一樣 它就是裡面是賣韓國的商品 經過的時候都會以為 它只是一般的韓國商店 但是殊不知 它裡面還有間座私廚 而且只有三桌 上次第一次來吃之後就整個 不行 我一定要來拍這一間 今天就帶大家一起來開箱 我最近很愛的韓國餐廳 韓國私廚 走 我還在嗎 我還在 有不見了嗎 就是這一間收了山蠔 我上一次來吃的時候呢 我吃完這個醬汐 我就立刻先上網查一下 看一下網路上有沒有人拍 發現沒有什麼人拍過 我就立刻請我的經紀人說 幫我去問一下店家 可不可以讓我拍 因為這個醬蟹真的是驚為天然 雖然說我本人呢 沒有在韓國吃過正統的 但因為台灣大部分看到的醬蟹 不是都是上面有很多辣醬 就是紅紅的嗎 但它這個是 真的就是醬油蟹耶 然後我今天桌上點的這些菜色呢 都是我之前來吃過 我覺得好吃的 除了這一道 媽媽燉排骨 家常燉排骨 家常燉排骨 我這一道是沒有點過的 完全是第一次吃的 然後其他其實都是我吃過的 興奮 這一道是上次來的時候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就非常的驚豔 我一定要撈它的雞肉 等一下喔 太幸福了 怎麼突然挑畫面了 吃著韓國道地的美食 默默的 就會想起了出國的感覺 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多了很多時間可以在家裡追劇 以及線上追星 但是就會發現說 有一些想看的影片 因為區域的限制 沒有辦法在台灣看到 But 迷妹的愛是可以穿越國界的 現在使用的Subschart VPN 就可以解鎖各國的影片以及音樂 不受網譽的限制 選擇加倍 更忙的是它沒有受到裝置數量的限制 手機 電腦 平板 想連就連 隨時都可以連 而且還可以跟朋友跟家人一起共用喔 現在只要輸入我的折扣碼 CHAN CH CHIN 就可以享有17者的折扣 以及三個月的免費試用 而且它還提供30天的退費保證喔 趕快去試用看看吧 雞肉非常嫩超級下飯之後 它起司量放得非常的多 哇 你看這個 哇 我有種開韓國赤波的感覺 你看泥膏是好吃的 它就是很剛好你知道嗎 你就是吃了不會覺得 怎麼一直咬不爛這樣子 再配上一口飯 它這邊是配紫糯米飯 這還滿特別的 我們來試一下醬蟹 我跟你講 我很認真的在看韓國的赤波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做好那個準備 你知道 今天就是為了這個醬蟹而來 五味池而來 就是它 就是它 非常的鮮 醬有的甜味配那個鮮味 公公好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吃法是這樣 大概也可以這樣子 把它擠出來 你看這個 這個餡膏 這個肉 你知道我現在光聞味道 我的舌頭已經在分裂了 很好吃 然後再加一點點飯下去 來喔… 這樣子 就是要這樣子 好好吃喔 就可以把它裡面的那個膏 稍微這樣子挖油啊 再放一口飯 我的飯好像放太多了 等一下 我的飯放太多 這樣子啦啦 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醬蟹非常好剝 因為其實用手一斑啊 它就開了 但我以前其實是很拒絕吃螃蟹的耶 螃蟹就是你在挖那個肉的時候 就很麻煩 然後肉又很少 可是後來就是 很愛上了耶 我在想說是不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接下來就是這個海螺義大利麵 它是涼拌的 我很討厭吃很Q的東西 但它的海螺 就是跟你想像中完全不一樣 這個一定要拉很散 我第一次來吃的時候就是 我以為有一個專業拉 很會拉的朋友 就很會拉的朋友 他拉的就是非常的嚼 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是女生 整桌全部掃光耶 之前說女生食量比較小好像不是 我桌邊的女生好像都滿厲害的 我沒有看到這都會不會想放我白眼 你看它的海螺多大 這麼一大顆 這麼一大隻在這 我先跟大家說 這一道是認真會辣 所以大家來點的時候 可以稍微斟酌一下 它海螺吃起來的口感 它是軟Q 但不是倫的那一種 加上那個小黃瓜脆口的感覺就是 非常的剛好 你有吃到它的螺嗎 螺 哇 我愛滷 今天就是藉由海色就來喝一下 這個是 米釀的 然後你在喝之前一定要先搖一搖 我喜歡它的那個 白葡萄口味跟那個熟蜜桃口味的 這種感覺比較像是 會出現在韓劇的那種feel 而且你還不能自己倒喔 你一定要是晚輩幫你倒對不對 祝大家新年快樂 兒童節快樂 這個酒精濃度很低 它才3% 所以女生在喝的時候就會有一種 真的有喝酒的感覺 但又沒有那麼快醉 就是你有快樂的感覺 怎麼樣 就是耶 是不是女生的酒就是耶 不然是他全部飲酒喔 我很喜歡它這邊的那個蘿蔔 因為它吃起來非常的 它吃起來非常的清爽 然後味道是那種 你知道我一直覺得白蘿蔔有一股皮味 但它的皮是微微皮 我覺得皮得非常的剛好 就皮仔 但是它又不會沒有很皮仔的感覺 這個燉排骨是我看推薦上面說 一定要點的 好燙喔 好燙喔 它吃起來有那個蔬果的甜味 然後蔬果甜味裡面的那個蘿蔔感 又稍微再重一點點 然後重點是它的這個排骨啊 稍微咬一下它就散開了 它跟它的顏色很不像 因為它這個顏色其實看起來你會覺得 會有點乾彩的感覺 可是它不會耶 它就是鬆鬆的 它好下飯喔 它跟蘿蔔飯的那種滷汁甜甜鹹鹹的有點像 蔬果鍋好了 然後我們在撈麵的時候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它上面不是只有放一片起司嗎 老闆娘說 絕對不能把起司拉開 你就是要直接這樣子撈起來 要這樣整個 幫大家撈一下 不然等一下會很軟爛 我跟你講你真的是 一定要吃一下它的午餐肉 好好吃喔 我的媽呀 午餐肉因為它切得很厚 它就是完全吸滿那個 有點酸酸辣的那種泡菜的汁 你就覺得一咬就 啾一下的那種感覺 很棒耶 因為它這個吃起來 跟我上次跟韓國喜一起合作的時候 它不是煮那個正統的那個 韓國的那個部隊鍋給我嘛 那個味道一樣就是夠酸 然後酸得又非常的剛好 煮鍋你知道才會香 你知道 對 好 好好吃 我們旁邊的工作人員看起來非常的餓 所以我們現在給他們感受一下 真的 你感受一下 而且它真的是用雞腿肉 所以它每一口的肉都非常的嫩 你就不會吃到那種乾彩的那種Fu 是不是 我現在有種活過來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我剛剛多喝了一些 這個米酒你知道嗎 真是一個幸福的拍攝 你看看這個 你看看這個 你看這個 有夠鮮 我好像長陽在大海裡面 頭上被淋了一滴醬油那種感覺 現在開始有人進來 我覺得哇 超有趣喔 就像這樣 這後面讓我想到 我之前看那個韓國視播的時候 他們有去超商拍 現場超商吃的 我就哇 我講這一段其實也有點小暗示啦 不知道是你們跟全家 你們的門司要不要借我拍一下 你要吃一看它的屁味蘿蔔 它微屁 它沒有很屁 嗯 有沾到嗎 好 今天呢就是開箱我來吃一次之後就決定一定要來拍的收爾商行 然後這一間它其實定位跟訂餐比較特別就是你必須要加他們的那個LINE 確認日期人數然後跟他們點餐之後才算預約成功 然後我首推大家來 MUST 一定要點的就是它的醬蟹跟它的這個起司炒雞 部隊鍋我也超推 但是因為很多人也推它的海鮮鍋 但我本人沒有吃過 所以我還是推薦大家來一定要吃一下部隊鍋 因為我跟你講 你們吃到它的無餐肉你們就懂我意思的就 這個無餐肉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讓我有種想到台灣妞的感覺 台灣妞會微默默的想說奇怪怎麼會一直Cue到我 然後呢我覺得這邊很適合跟朋友聚會或是慶生 因為它的每一道菜它的分量其實都不小 兩個人 三個人來吃的話 可能吃到的種類就沒有那麼的多 然後也會吃得很飽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要記得為滿18請問飲酒 如果你吃一口之後 有種回到韓國看到泰銘的感覺的時候 請記得分享給我 今天其實喔 本來是穿裡面這一件白色的 面這一件白色的 然後後來想說不行喔 我今天吃韓式如果撞到要怎麼辦 結果就只有一點 算是滿厲害的吧 好 就是這樣 拜拜 現在下載哈咪VideoApp 以及訂閱CAT 即可以搶先14天看到我的最新影片喔 14天